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空其实云量不算是很多 只是在银峰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大家看不是很清楚 其实是有一层白白的浅薄的这个云系 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中南部的话呢天气是比较稳定 那么这样子的云呢 其实不太容易造成这个下大雨的情况 但是有的时候入夜之后 就是会有一些局部灵溪呢 短暂震雨当然也不排除可能局部地区 如果说对流比较旺盛的话 也是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 但是整体来说其实水气量不算是非常的多 另外来看一下在过来几天呢 天气其实这个礼拜整体来说 东北风都会是比较偏强的情况 那么这一波的东北风比较明显增强 是从礼拜六昨天开始 那么预计会持续到礼拜一明天的时候 礼拜二可能会有点空到 礼拜二到礼拜三 国庆日的上半天是有点空到 但是到礼拜三的这个下半天 晚上的时候呢 还会再波东北风的增强 那么这一波呢会比目前影响 我们台湾的这一波再稍微来得强一点点 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清晨的低温再下降一到两度 还会再更凉一些 另外这个水气也会再变得比较多 所以整体来说降雨基地预约变高 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新竹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是主要受影响的范围 那么礼拜三开始的这一波 如果说水气再稍微增扎一点的话 有可能我们中南部云量也会变多 也不排除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短暂阵的情况 那么这一波的影响时间也会比较久 可能从礼拜三开始会持续影响到礼拜六 礼拜天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天气其实是不太稳定的 不见得会下很大的雨 但是其实降雨几率是比较偏高 偶尔就会飘一点小雨 或是这个暂雨的一个情况 另外要特别注意整个温度的变化 尤其礼拜三的这一波 礼拜三下半天到礼拜四呢 是温度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 会有比较明显的凉翼 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 早时晚会要记得添加这个保长袖 或者是外套 那么在外四天容易下雨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迎风面 北部跟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尤其是我们的北部跟东北部 像是宜兰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美市 比较偏东侧的地方 都是降雨几率比较偏高 甚至不排除可能会有局部 雨势比较大的这个情况 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天气状况并不算是太稳定 那么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状况的话 主要容易下雨的地方 降雨几率比较偏高的地方 还是在我们的迎风面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温度 在中部与北跟东半部地区 低温大概都只有22到23度左右 是比较偏凉一些 中南部的话要特别注意 是空气品质 有机会到达对敏感族群 甚至是到对所有族群 不健康的等级 那么在礼拜一的话呢 也是比较类似的情况 迎风面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降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 另外要注意 智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 北部跟东北部低温 只有22到23度 但是中午高温有机会来到27到28度 甚至中部的温差还会来得更大 因为低温也是只有22到23度 但是中午高温可以来到31到32度 我们中部的温差可以差到将近10度 南部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温暖 但是中南部都要特别注意 就是还有空气品质的状况 因为这两天都是吹着 比较明显的偏东北风 所以在我们中南部可以说是弱风区 因为都是在被风测 那么再加上天气状况是比较稳定 中午过后比较容易有臭氧浓度偏高的情况 那么这个扩散条件不是很好的话 像PM2.5或是PM10 这种性旋浮微粒到旋浮微粒的污染物 也是比较容易累积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几个重点